蝴蝶这一题 首先第一个 他说什么 请自行建一个新的档案 这一题的话又回到 最前面还记得吧 那个好像102 我们要自己先建立一个影像 那影像大小这边有规定 而且是像素 关键在像素 425283 底色是白色 那名称的话呢 其你改成206就好了 直接用这个名称 206就可以了 所以你第一个 我们先把这个图档先建立起来 应该还记得啦 这边有一个开心的 那个档案 然后呢206 名称先打上去 那宽的话425 高的话的283 其他不改啦 其他用预设案确定就好了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这边有个背景 那我们不是要针对背景 所以特别至于 常常有同学就直接在背景上面做作业 因为背景上面你会发现有一把锁 这把锁 为什么 因为它永远在 所谓的背景嘛 它的图层永远在最下面 才叫背景嘛 不然的话呢 这个背景如果会动的话 那当然会把所有东西给盖住 所以特别注意哦 那我们要怎么样增加一个图层 其实道理很简单 按右键嘛 你有个复制图层不就好了 把它再复制一个不就好了 它会问你说 那你要不要复制一个 那当然我们这个地方 可以复制 那这个地方它要做什么 底下还有就是说 设计图 当然参考TIFF档 然后再来看底下的题目 它说第一个 针对这个图层 新增一个图层 那你新增图层的方式 不外乎就复制它 不外乎另外有一个方法 前面好像就讲过了 这删除图层吧 这边不是有个什么 新增图层 有没有 你也可以从这边 建一个新的图层 图层一就出来了 所以如何增加一个新的图层 从右下角 这边 那 当然你要删除这个图层 可不可以 很简单 直接这边有垃圾桶 拖拉 放开就好了 这个图层又不见了 或者直接按下这个按钮 也可以 删除 它问你要不要删除 新增 好 那这个图层里面要做什么事情 基本上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要我们做什么 它说 将建立的这个新的图层 填入色彩 而且这个色彩 必须要有个遮色片 那这个遮色片 到底其实很简单 就跟你 那个 比如说什么 戴太阳眼镜 有没有 光线自然就会遮住 但是这个遮色片 它不是要全部的光线遮住 而是什么 遮住的是 就是 左上角到右下角的光源不一样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这个遮色片 而且颜色要加上去 那特别注意 第一个先新增一个 新的档案 然后增加一个图层 再来的话呢 请你注意一下 我们要填入色彩之前 要先在这个图层前面 增加一个遮色片 那这个动作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刚刚是建立图层 删除图层 那怎么样建一个遮色片 请注意 123 这个 如果你要在这个图层前面 增加一个遮色片 请你点选 大概右下角的 右下角的第三个按钮 它会出现一个什么 增加图层的遮色片 那你的图层 记得要选在图层1 你按下一个遮色片 它就会自动帮你在这个前面 加上一个遮色片 有没有发现 它这个前面 会多增加一个遮色片在这里 那这个遮色片的作用 就是有点像太阳眼镜 你遮住之后的光线 自然而然 会有不一样 不过太阳眼镜 它没有漸层的 它一般都是整个都 但如果你那个 太阳眼镜是漸层的话 有没有漸层 其实应该有 就上面遮比较多 下面遮比较少 有吗 有光影变色的 类似的 反正就是 变色镜片 可是变色是变一个颜色 是不是 有没有那种 上面遮多 下面遮少的 好像应该也有 不过可能一般 一般是全部遮了 那像这一题 它是希望怎么样 你帮我遮色的时候 不要全部遮 因为你会发现 像这一题 有点看不太 它是希望就是说 你这边 这边是整个遮 这边是不要遮 也就是这一边 太阳会过来 这边是 从这边 一直往 左上的话 越遮越多 这边越遮越少 有没有 漸层的 所以 如果你要针对 刚刚这个遮色片 新增一个遮色片之后 那你可以点这个遮色片 做什么呢 题目要我们做一个渐层 所以请你找到渐层 渐层工具里面呢 这个前面有用过吧 在102的地方 然后呢 它要我们做一个 所谓的放射状渐层 所以记得 第二个选这个 放射状 按钮大概是第二个 它有好几种 第一个是 一般渐层 比如说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 叫线性渐层 第二个是放射性渐层 请你点这个 第三个呢 题目要求就是说 要填上颜色 那颜色的话有几种 S4 R G B 14 42 77 OK 那我们来把这颜色填上去 那记得 填在这里 14 42 77 所以特别说1 2 特别说 3的话呢 请你改这边 三个数字 改完之后呢 接下来怎么样 从左上 到右下 拖拉出一个什么 一个渐层 大概这个角度吧 放开 好 那你会发现 这边遮的比较多 这边遮的比较少 那可是现在看起来 看不太出来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 这一张图 这张图呢 是PSD02 按右键 复制图层 或者 全选 贴过去也可以 复制图层到哪里 复制到那个 206 就是我们刚刚产生这边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我把它复制过去之后 206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206这张 这个图呢 就被我抠过来了 那不过是放在最上面 那这个遮射片的效果 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不遮的 有没有 这个是遮的 有没有发现 效果 看得出效果吧 也就是说呢 左上角 遮的比较多 右下角 遮的比较少 大概是这样的效果 那不过 后面还有啦 我想各位先做到这里 重点回顾一下 一 产生一个新的 新的影像 425 283 建立一个新的图层 然后遮射片 在这里 并且在遮射片做什么 建成填充 不是 放射状填充 然后呢 再把那个背景放过来 如果你做完之后 你看到的效果 有类似像这样的效果 那恭喜你 应该做对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